全民檢測已經是有困難 結果檢測出100萬至200萬人要隔離 那你怎麼辦? 你接著會怎樣呢? 你是不是繼續推這個禁止 是不是繼續再縮短營業時間 再收緊所有的社交距離 繼續停止所有的文娛康樂設施 這個是非人生活 達不到標 但是你又要繼續 你的任務是要你壓倒一切繼續做 這個才是恐怖的 你明白嗎? 成功回到零了 那就是什麼? 那你就回到之前的日子 那仍然代表 無論香港政府還是坦白說中央 是不是有一個end game的呢? 怎樣完結這件事呢? 到你改變政策的時候 一定有exit的浪 那個浪是不是需要 好像中國CCC說到這麼嚴重 那我怎樣去壓到最低呢? 其實最有效就是 這個節目是貢獻給社會 是貢獻給社會 分享我的資訊 我覺得我要的資訊 想和大家分享的 是越廣泛的平台 那就是越好 我是不收錢 亦都不會收錢的 就是這個節目 如果你覺得有教育性的 就更好 好 回到來是譚新強世界Zoom 歡迎你Eddie 講一下香港的問題 是啊 其實我呢 坦白說 最近這幾天 我覺得我終於是接近這個 depression 就是抑鬱 我也不覺得我是唯一一個 我昨天看到一個 令人很傷心的影片 有一個女士在足球灣 很明顯是精神崩潰 大叫大哭 我覺得這個問題會影響越來越多人 會很嚴重 還有我以前也說過 我想就是 在短期內 我也有不少朋友 是想著是離開香港的 已經不是反對政府那些人 現在是想支持政府那些人 都是被這個疫情 現在那個情況 是令到他們 就是有些抑鬱 那樣他們 就是未必移民 但是他們會選擇離開香港 一段頗長的時間 就是最少都幾個月 因為所有的 travel restriction quarantine 等等等等 所以我就 就是想說一下 我對現在那個 香港抗疫的情況的 一個看法 你知道我怎麼想的 就是我 我再次說一次 我覺得現在不是說 我們選擇 就是說這個 清零還是不清零 動態清零 什麼病毒 我覺得這些標籤 其實是被政治化了 是很沒有幫助的 是很有害的 但是事實就是 已經是 一個exponential growth 已經是滲透了進來了 這樣 我們怎麼處理它 這樣 那我就覺得 就是我上次的節目也有說 其實我覺得大家 為什麼兩個禮拜前 有些恐慌 這麼難看的情境 就是說很多人在 露宿在醫院門口等著進去呢 那其實就因為 大家有個恐懼 就是因為這兩年來 政府不停告訴你 這個 COVID 是這個 等於死神 就是比患癌症 還是什麼 就是說 你一染了就死定了 所以你就一定要馬上去醫院 那 我已經說了幾個月了 就是我比較早已經 留意到這個 Omicron是有變化 它不是流感 它不是雙方是另一個病 OK 它有它自己的角色 OK 但是它是無論如何 怎麼說到呢 它是 就是 沒有這個 以前那些Variant那麼嚴重的 就是少一些的嚴重的Case 這個是事實來的 它是淺度高了 那 但是香港政府一向都不肯說這個事實出來 每一次之前特首都是說 現在是比以前更加危險嚴峻 直到呢 其實我真的說了很久 你要教育人民 就是這個科學真實性 那麼最近其實政府又開始說 說大家不用那麼害怕 其實重症不是那麼多的 死亡率 死亡率 死亡多了 最近幾天都有 每天十幾個二十幾個 甚至更多 但是那個死亡率確實是低的 這個當然大家都明白 是跟這個 這個長者很老的 80歲以上的 他們接種率還是低的 有關 那麼 但是終於政府現在肯說出來 就是其實病的嚴重性是低了的 那麼所以呢 幸而呢 他之前也沒有說ICU的使用程度 所以說你要保護那個醫療系統 其實最主要就是ICU那裡 之前爆棚的是admission triage 就是你普通病床 或者隔離病床就肯定不夠了 那麼所以呢 被迫 不是主動 被迫香港政府當時很混亂的情況下 就接受了很多人家居隔離 家居去抗疫 居家抗疫 我想你也可能認識 我認識很多朋友最近真的中了招 唯有 唯有在家裡等 那就是這個 有些就自己report test 根本沒有報上去的號碼 這個當然很多 就算有做正式的PCR test 我的朋友 那個BB女兒 歲半 你看最近死了幾個小朋友 應該是priority 到現在政府沒有接觸過他們 說有沒有床位 他曾經去醫院等了16個小時 都等不到 結果就要回家 因為現在眨眼十幾天 那個BB女兒仍然在討論正式 其他大人就全部正式 因為BB女兒不能打針 那麼他不太嚴重 希望絕對沒事 但是情況就是這樣 那麼我不是說躺平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是沒辦法 是這樣的 因為你現在是說 等著入院 officially的人 可能已經是5萬個以上 如果你是隱形的 自己知道有事 或者自己不知道有事 肯定現在香港已經是遠遠超過10萬 或者什麼 那麼這個就是個事實 那麼我不是叫他躺平 但是我本來以為說 你真的要保留的呢 就是那個ICU 所以我自己上星期的文章 我就提出了幾個建議 在醫學上 我就說 是要建立方艙醫院 但是拜託 方艙醫院不是用來接受 無症狀病人 或者是輕症狀 就是留在醫學上 或者是升級到ICU 是重要的病人 那你就可以確定 能夠拯救到那些人 另外當然就是穿針 就是更加加速 就是長者的打針率 現在都快的 但是不過都不夠快 還有必要是 你證用了很多的酒店房 或者那些方艙醫院 其實就應該用來隔離 院舍的長者 就是vulnerable 由弱勢社群 將他們來到隔離 那又擔保你 會減少死亡的人數 因為我覺得這些應該 另外 就還有兩個事情要做的 就是 最重要的 尤其是內地 香港可能來不及了 最重要就是加速發展 和訂購 Omicron specific的 免疫的針 因為現在打的舊的針 就很有效去 防止重症和死亡 但是 就算你是Beyond Tech 也好 對於防止感染 已經跌到只有兩三成 根本是沒有什麼用的 但是我多肯定 Pfizer已經是有的 但是西方已經過了 不需要再打針 所以他就沒有優勢 去推出Omicron的針 但是中國其實就很需要 Omicron specific的針 為什麼呢? 說來說去 很多人在罵 說我不懂得數學 說這個病死率低 不過傳染度高 成賣死很多人 你看看美國死了多少人 誰不知道 所以你要做的 就是減慢 減低傳播性 除了我覺得中國 仍然要保留某些 社交隔離措施 尤其是口罩之外 就應該趕快去打 Omicron 就是無論是流感針也好 COVID針也好 就算它是初出的時候 它防止感染的益量 都是50-60% 這是科技的自然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 中國無論如何 我已經說了幾次 到你改變政策的時候 一定有退出的浪 那個浪是否需要 像中國CCC說到這麼嚴重 2億多人中招 6千萬人會有症狀 然後死亡200萬人 這意味著CFR3% 這不太正確 Omicron不會有死亡率這麼高 但是無論如何 是有一個退出的浪 是會有些損傷 那我怎麼去 按到最低呢 其實最有效 就是打Omicron 特別的疫苗 我不是說抗拒Sinovac的疫苗 有 一樣要打 不過我覺得你不要完全 拒絕西方的疫苗 MRNA不是很長的歷史 是有關心 但是你權衡輕重 不可以完全放棄 當然之前 中國已經訂了 Pfizer出的口服藥 Perslova 這個是好的跡象 但是 香港暫時還未來 香港現在訂了另外一個 MDS出的另外一種藥 我不知道有沒有效 但是Perslova 看過的數據很有效 就算沒有打針的人 吃那種藥 如果吃得夠早 有88%是避免重症 死亡就更加避免90%以後 更多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中國現在快點訂 是Omicron specific的疫苗 以及立刻開始採用這些口服藥 我覺得是可以慢慢設計一個 比較安全的退疫政策 香港可能來不及打Omicron疫苗 但是原本的疫苗也要提供 所以方倉醫院用來處重症 Critical 這個是方法 然後 盡量 快點用那些口服藥 加上這幾件事 我覺得香港的死亡率也會降低 我們也初初覺得 我上次說過兔主席 很多人的說法 不如讓香港做白老鼠 試試接受現實 現在控制不了疫情 不過後來 主席 下了個命令 說香港 是要繼續抗疫 是壓倒一切的任務 他沒有說動態清零 不過大概四、五日前 這個鍾南山博士 我覺得是很值得人尊敬 也都是很偉大 他對抗疫的貢獻 他是廣東人 他是廣東話和香港的人說 其實他很坦白的 他就說 他承認 他終於說 他說現在香港的CFR 整體來說是0.15% 他說流感化了 不過他指出事實 他沒有分開打了針 後來我聽見 香港的專家承認 香港的病死率 其實是低於0.1% 好像是0.03% 真的很低 真的是流感化的死亡率 或者更低 因為流感所謂是0.03%到0.1% 我一向都說過 其實我覺得是接近 IFR 因為沒有人去測試 流感 很少人會測試 有沒有中招 所以他完全是測試 某一個季節 全個地區 無論是中國 美國 有多少人中招 然後數一下 跟流感死亡的人口 隨意 所以這個概念 我覺得是近一點 IFR 這意味著 流感的CFR 可能更高於0.1% 當然每年 每個季節 都有些不同 所以我覺得 連中南山都承認 現在是流感化 不過他指出 長者 尤其是80歲以上 抱歉 因為打針率低 20%以上 20%以上的病死率 他說 我們東方的文化 和西方不同 我們不會接受這麼多老人家去世 作為一個代價 所以 他的結論就是說 一定要繼續 他有用 他說繼續動態清零 而他指出一件事 我不是說他一定錯 他說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正確 就是被感染的人 要隔離 不可以家居隔離 他說得很清楚 所以現在 我上次有說過 其實香港的政策 沒有前瞻性 就像我提醒政府說 你要停留學校 因為這次是會感染小朋友的 後來等了一星期才這樣做 其實你一月 加強社交隔離措施的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已經向內地申請建方艙醫院 我上次有說 我們需要的不是火眼實驗室 我們需要的是火神山醫院 終於現在亡陽寶爐就蓋了 最初是蓋了兩間 現在好像我聽說 蓋了四間 總共可能有一千 一萬七千個位置 然後政府又租用了酒店 有兩萬間房 加起來 現在有三四萬間房 但是 你稍微 如果比我政府 我會想前幾個星期 當你推出全民檢測 一個月內做三次 我的天 為什麼我這麼瘋狂 因為我已經預測到結果 就會極度混亂 因為你怎麼計 我是比較早指出 但是現在其他人也有說 FT也有做測試 就是你怎麼計都不夠位置去安裝那些人 除非鍾南山博士這麼說 因為你現在順了 可能五萬個位置 是所謂隔離的 但是你到時候 驗出來中了招的人 就算不要說 不算 變回落散 即是自己弄好那些人 也有幾十萬 然後你按照你原本的準則 再加上要隔離 親密接觸者 我兩個星期的文章也有說 我估計也有上百萬 但是FT最近做了一個估計 你可以說西方人抹黑你 你可以說不多 但是他們估計是250萬 即是50倍的差距 到時候你怎麼面對結果 全民檢測已經是工具困難了 不要說去那些檢測中心 會不會成為Super Spreader的Event 因為這麼多人站在一起 但是更加難面對的就是後果 結果驗出來 譬如說 真的按照中南山的標準 有二、三十萬人中招要入醫院 如果有200萬人是要 100萬至200萬人要隔離 那你怎麼搞 我看到的情況會很混亂 政府 我也說了 他們按照管子辦事 現在也是 有些大廈的就去強檢 封了它 但是我認識的很多地方 很多大廈其實都有很多案 不是每一座都封了它去檢測 隨便做多少就多少 所以到時候強檢出來的時候 會很混亂 很普遍 很隨便 還有我想像到 很多是無症狀 或輕症狀的人 會躲起來 就是你通知他們說你正了 你自首吧 你自己去醫院 還是去捉高彎 那些人不去 然後你是不是派警察上門去抓人 你明白嗎? 會不會是抗暴 甚至會引發出某程度的 再動亂也不出奇 這就是我這麼抗暈的原因之一 還有最後 如果你這樣做 根本都是差距幾十倍 你根本做不到的話 你接著會如何呢? 你是不是繼續推這個封鎖 是不是繼續維持 可能越鎖越緊 我早就已經說了 就算不是封城 也可能再縮短營業時間 再收緊所有的社交距離 繼續停止所有的民餘康樂設施 這是非人生活 再維持多三個月 再維持多半年 因為你不能達標 但是你又要繼續 你的任務是要你壓倒一切繼續做 這才是恐怖的 你明白嗎? 就算哪怕 反過來說 成功回到零 那就是什麼 去到之前的日子 仍然代表 無論是香港政府 還是坦白說中央 是不是有一個終局 如何完結這件事呢? 根本是不知道的 而且我以前已經說了 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髒到某個程度 那你為什麼跟外面再不通關呢? 因為外面現在有一個退役 不會退回到零 香港將來幾個月後 每天變回到50宗 100宗 300宗 但是不會這麼容易去到零 外國也是 所謂的endemic phase 就是說我不是完全零 不過呢 那個程度是少很多 以及死的人數會繼續 跌很多 美國的每天確診都跌了90% 可能會再跌90% 但是也不等於清零 但是其實 你香港跟外面差不多 理論上應該通關 不過因為政治理由各樣東西 如果你還是拘禮於說 我們內部要繼續清零 動態清零 或者是 我一定堅持要先跟內地通關 即使 你想想想 如果香港繼續每天是50宗 300宗 怎麼跟內地通關呢? 所以結果 這個死局 我認為三失勢 內部繼續鎖緊 香港連去回到之前那種 可謂醉生夢死 假象是正常生活 都去不回 但是你又完全通不了關 甚至你說 恢復和歐洲美國很多國家的旁邊 其實也有實質困難 最近已經說了 不是因為他們還沒退役 你擔心他們 而是我們沒有空間 因為我們原本做隔離的房間 現在都拿去預備做全民檢測 所以其實再說一次 以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相負 你如果長時間 就算不要說有隔離的制度 連飛行本身也停了這麼長時間 其實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再說 這個政策 其實真的如果再持續 三個月、六個月 或者不一定 很多人會變成抑鬱 而且對香港的傷害是長遠 以及極大的 你說死人 是有損失 但是有方法去減少 快點打針 尤其是你有Omicron的針 快點打 快點採用口服藥 快點在方艙醫院去隔離那些 就是vulnerable 弱勢社群 老人家在院舍那些 OK 這些就是方法去減低死亡 不是做一些完全追求不到的事情 就是你說全民檢測之後 如果你面對 要怎麼面對幾十萬個 positive cases 幾百萬緊密接觸者 按照真的有效的動態清零政策 要將幾百萬人去隔離 這是不可能的 結果執行的時候 就會很隨便 很不公平 以及會出現很多的抗拒 或者導致很多人倒下 會很混亂 所以未來香港幾個月的日子 是很難過的 以及社交隔離政府已經說了 只會再收緊 原本香港是被迫在改變的政策 是容許家居隔離 連香港電台很多的公共廣告 都說你內心一點 在家裡繼續家居抗疫 但是中央下了一個新的命令 又再次180度要改變 將所有 positive cases 都要送回醫院 但是做不到的 我朋友的女兒現在歲半 還在確認 positive 十天了 政府醫院一個電話都沒有 喂喂 夠不夠灰?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完全明白 因為你說了很多次 希望政府聽到你的意見 好嗎? 我不是意見 我是一個預測 是不是有一些常識智慧 想前幾個星期都想到 就是這個全民測試 會導致後果就是 你無法面對的結果 就是這樣 最後我忘記說的 這個很重要的 如果再有前瞻性 如果比較中央 就完全關掉香港的關口 但是他從這個人道立場 和政治上 他就不可以做到 反而現在重複了這個 香港去珠海的金巴服務 你看看內地的數據 其實香港是 買不到 但是現在香港是每日 每日是有很多宗的個案 滲透 進去內地的 那就是我覺得 就是 為什麼你要把這個5G tracking 和這個R0高度 可能12的Omicron去較勁呢 我知道中國的圍堵政策 鎖下降 contact tracing tracking 是很厲害的 但是這個風險很大 我再說一次 我主張中國是一個設計完善安全的 退役政策 但是就不是好像香港那樣 不要被動 被Omicron overwhelm了你 你明白嗎? 這個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還沒準備好 是會死幾十萬人 我就算不相信 CDC說死200萬 也會死幾十萬 我覺得 醫療和政治上 中國還沒準備好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要去踢無謂的風險 以及東奧 以我所知 我聽見一些內地的朋友 同事 他們說 其實是有些個案 流了出去北京 其實 就是有這個 在提高風險 就是這樣 就是如果你 就是 我說中國最好有一個 主動安全的退役政策 就不要搞到它被動 所以如果你按照這個邏輯 香港你就不可以 就是說 太過仁慈 讓它這麼多人 讓人偷渡回到內地 這個風險是 不如忽視 如果這件事 把內地震動回到內地 你說一些投資 其實現在 為什麼 港股最後 本來都表現得很好 現在就跌回到負責 其實除了擔憂烏克蘭 美國經濟 也真的越來越增加擔心 中國這個疫情 是怎樣的演變 不只是疫情的演變 以及你的政策演變 如果你現在 內地的政策 都是好像 處理香港那樣 當然內地的執行能 是比香港很多 但是其實也是 很有問題 以及你既然用香港 做一個實驗室 做白老鼠 我覺得不妨去 開放一些 接受一些意見 想清楚你的 磁疫政策 就不一定這麼強求 這個 全民檢測 然後將幾百萬人 去避免 這個是 impossible 多謝你阿Dee 多謝你阿Dee